謝謝主席,請邀請部長 上禮拜10月25號,美國眾議院兩個委員會的主席 一個是對中委員會的蓋拉格,另外一個是印太的主席楊錦 他們兩位呢,聯名致函給國防部,美國國防部的海軍部長 針對武器交付給台灣延宕這件事情,表達關心,當然也催促 那這個,這部分我不曉得你們有沒有注意到 有沒有看過他的信,這個致函,他不只致函,蓋拉格還拍了一段影片 放在他的X上面,就Twitter上面,那我也看了 而且同時我上個禮拜我也回了信給,我辦公室也回了信給這兩位主席 因為過去,不管他們來訪,或者我們在美國國會拜訪 都拜託他們,請他們在這個武器交付給台灣延宕,就是我們武器採購延宕這件事情上面,國會能夠 這個給行政部門關心,當然我們希望,這可以怎麼樣 如期,如值的來交付給我們 但是信裡面特別提到兩個很重要的,對我們來講,重要的武器 當然,從他們的嚇阻的戰略的角度,他認為這兩項武器的delay 對我們來講,會產生嚴重的,國家安全還有國防上面的一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四百枚的暗製魚叉飛彈 那第二個就是這個,巨外真誠型的,這個陸工飛彈 就是Slam ER,一個是Hoppen,一個是Slam ER,這兩個 那他有特別提到就是說,如果照目前美國海軍,他委外製造的這個合約來看的話 恐怕這個delay,會超過2027年,甚至有些報告,講到會到2029年 這個你們有沒有掌握? 這我們知道,所以我們有一些作為,剛剛委員講的,您很幫忙很努力,在幫我們解決問題 知道國防部也在努力,甚至於我們國防部不管對北方的交流,我們也提了有請 這個全案,八百六十六億,算是蠻大的一筆 那更重要的就是說,為什麼需要這一筆的武器 因為他對於整個台灣的嚇阻能力,是有一定的這個,重要性跟效果的嘛 所以這個delay,到底你們有沒有掌握確切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從他決定公售以後,到美國國防部,違給這個廠商,他們會有一個產製合約嘛 這個產製合約拖了兩年多,拖了兩年多,對不對?為什麼會這樣? 我跟某一報告,美方跟我們之間有不停的對這個問題也做探討 所以後來他們為什麼成立一個老虎小群 對,他為什麼成立這些東西,他也發覺,有些人可以人為加把救的話,會好一點 所以我們也在努力 有沒有催促的效果?現在那個Tiger Team有沒有效果? 因為如果說美國國會都已經出大力,兩個委員會的主席都已經致函給海軍部長 就表示這個事情是非常嚴重的嘛,而且我們錢也付了喔 我們上禮拜省預算,你明年要付的50億,我們都同意啦,對不對? 等於說我們錢都給了嘛,所以這部分催促上面不只是說我們付了錢的問題 還有一個涉及到我們國防的問題,對不對? 因為這個暗自於差,還有這個AGM這個部分 AGM這個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嚇阻性的武器 可以從F16上面打270公里 等於是延長了我們整個這個空優跟空戰的範圍,而且它是精準打擊的 所以美國願意賣AGM給我們 其實對我們整個傳統武器跟所謂的不對稱戰力能夠結合在一起 這算是一個很好的組合 可是現在最大的問題,它這個信裡面也提到就是說 當2022年12月去年12月我們整個簽訂了以後 到現在也10個月了,10個月的產自合約都還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也就是美方連提這個製造的proposal給廠商這部分還沒有看到 這個信寫得很清楚喔 就到現在10個月,連他也不滿 他說這拖了10個月都還沒有 等於是美國的國衛在跟美國的海軍部抱怨這件事情 那我們有沒有掌握 這個案子有沒有了解嗎 做說明後 是 委員好,我是空軍參謀長曹經平 委員剛剛所提的確實是實情 那當然這整個軍事案裡面包含各軍種幾個彈藥 以空軍的這個彈藥為例 您剛剛說的這個去年12月底簽了發酵書 這是事實 那我們也透過我們駐場跟各方面的會議 來督導他的進度 那就我們了解呢 在美國境內他對這個案子 只能是集合幾個訂單之後會一起 所以還在等其他人的訂單嗎 會在今年年底 預計在今年年底之後會做這個簽約動作 那所有進度我們都持續的督促 那我請教這個delay這個延宕 我們會不會額外還要再付出更多的錢 那現在他的進度雖然還沒有簽 但他進度都在我們這個計畫的進度節點上 所以原本同意公售的價格就是維持不變 是 而且他的這個未來交貨的時間都還在我們掌握之內 沒有問題 可是交貨的時間點會有一個問題 為什麼蓋拉格他寫這一封信 他會提到他的這個迫切性 因為外界所有很多的報告都在提2027嘛 所以他開中民意就講說 所有的報告講說 中共可能在2027年 具備能力或者可能攻台 2027這是個敏感的時間點 可是他擔心這樣子的嚇阻型的武器 卻必須延宕到2029 所以他擔心這個問題 所以他也願意不只是寫信 還自己拍影片在上面催促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作為國會的議員 我當然在這邊要催促你啊 第一個我們錢付啦 我們預算編啦 第二個美國國會也是這樣子在強烈要求 美國的行政部門 美國國防部嘛 對不對 所以國防部這邊第一個你們掌握多少 第二個如果真的又延宕 你們的配套是什麼 這個會不會對我們的整個國防上造成一個 一個大的一個挑戰啦 喔跟風險啦 所以剛剛委員講的喔 這事實然後我們每一次交流 這些剛才講的這些問題 議題都擺在裡面 當然我們已經見到的效果 最起碼北方很注重 而且他除了把這個量它不會變 雖然原本有一些延宕的 但他之後 他會逐步逐步來補回來 但我們也不挑戰 那是時間的問題 那是時間的問題 現在其實他們擔心也是這個delay問題 並不是說他不賣給我們 也不是說數量的問題 是你根本沒有辦法如期到我們手上的問題 因為拿來之後武器到了還要訓練啊 是 這裡面還包括雷達 還包括你相關的這個戰的戰體的建制嘛 是 我了解 所以我問委員報告喔 所以為什麼我一定要強調 建軍跟備戰最大的差別在哪裡 建軍按照騎乘 當然能催促要快 但備戰這一塊 一旦有什麼狀況的話 我們不能想哎呀那個還沒來 所以就是備戰的問題 所以備戰的範疇我們就有備戰的作為 那配套 所以針對比如說像這一類的 比較屬於有嚇阻性武器的 我們的配套 或者有沒有暫時可以彌補這個空窗的替代 我跟委員報告 軍購以外 我們自產的也會在那邊不停的 所以能夠獲得國外的那更好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最起碼應急等等 我們有這個能耐 好 這個 你剛剛講有這個能耐 這個其實對我們就很重要 我必須要能夠了解到你們有能耐去應付 這個可能延宕造成一個空窗 好 我覺得這個就很明顯會 可能會造成我們在整個 國防的戰力的提升上面 備戰 尤其是不對稱戰力這一塊 好 我認為這個武器採購上面 這幾種武器採購的延宕 會對我們過程一定的壓力 好 所以務必要趕快改善好不好 不管怎麼樣 推還是要一直吹 這沒有辦法 再來就是說 今天討論那個軍紀的問題 其實這跟武器採購有關係 那一個火箭筒 雙聯火箭筒這個 赤塵飛彈那個部分 流到外界 感覺上是說好像是用過了 是一個廢品沒有錯 可是這涉及到你軍品管理 跟部隊紀律的問題 那那個武器其實也是軍購的一部分 所以當我們打完之後這些廢品的管理 出現這樣子的一個舒適的時候 在賣你武器的國家 其實就會心裡面就會疙瘩 對不對 沒錯 所以 部長我覺得這個是可能是一個紀律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管理制度是一個問題 你們現在的管理制度都沒有問題 你都認為很完整都沒有問題嗎 還是說 整個管理上應該要有更好的一個精進 或者哪一個節點應該要改 是 各位委員報告 委員陳諾剛剛一語道破 這對於雖然它不是一個正式的軍品 它是廢品 但是會影響到軍購 一定會 人家對我們懷疑 但我們現在經過這個案子檢討 我們絕對不以它 它是廢品 就好稍微壞了 沒有 我們就好當作一個軍品管理的一個範疇 就代表我們的確有些問題出來 所以我們要強化的 剛剛委員講到 是不是管理的程序有什麼問題 我檢視這個管理的程序 都沒有什麼問題 它是怎麼樣從部隊帶出去的 就是執行面的 有時候就講 哎 疏漏了 所以我們在這一方面 你講到執行面的疏漏 這也是更大的問題 比如說 這一個雙連的刺針飛彈打完了 為什麼這一個廢筒 會被這樣子帶出去 它是從哪裡帶出去的 是從營區帶出去的 還是出去外面 這個打完之後 直接從那個練習的基地帶走的 你們有沒有查 有查 哪裡是從哪裡帶出去的 從營區 從營區 那營區 那營區 報告點為什麼會檢查 連同門禁管理 連同這個 出入門口的一個檢查 通通要徹底檢討 所以你們這一案查出來 漏洞在哪裡 是因為警衛 你的這個守衛 沒有守住 不是 因為內部 它本身沒有定期檢查去看 就是個問題 不是 這個桶子很大喔 部長 這桶子不是說小小的 跟一支筆一樣 這這麼大的一個 刺身飛彈的桶 它可以這樣扛出去 然後沒有人制止它 還是它用什麼樣的方式 掩護出去 這你們要查 否則你有沒有辦法防 所以就跟委員報 查出來由我們就要 還沒查出來 查出來了 查出來了 真的事態是嚴重 原因是什麼 查出來的原因是什麼 到底是什麼方式 什麼方式帶出去的 報委員應該還是管理的方式 剛剛有提到就是 有規定 並沒有按照規定做 所以門少 他應該要規定這個 像這東西是不小 所以門少出的問題 門少就這樣讓他帶出去 但是應該是門少也有輸入 我覺得這太扯了 因為 因為 要嘛就是他觀念問題 認為說這是不是 打完的一個廢品 你帶出去沒關係 要嘛就是真的 沒有執行衛少勤務 跟委員報告 這刺針飛彈大概在89年就已經有進來了 那當初因為這個獲得不易 所以的確有部隊 他申請留下來 這刺針飛彈發射後的空桶 拿來做訓練用 就各單位你可以拿來做訓練用 對 那現在我們已經針對這個管制的措施 做全面性的檢查 拿來做再訓練用 對 跟這個軍品是否管制 這是兩件事情 對 對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該管制就管制 你當然可以拿來做再訓練用 對 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起碼是一個模型 對 他是一個模型 讓阿兵哥知道說他長什麼樣子 因為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夠摸到那個雙連刺針 是的 所以 我說這管理出了大問題嗎 你怎麼有可能讓他扛著就這樣出去了 第一個 法治教育有問題 第二個 這個勤務的執行有問題 這個一定要徹底檢討 不然這個 不能這樣 如果今天這個可以扛出去 那那個小發的子彈 手槍 步槍 為什麼會造成 說拿那個玩具槍來放在那邊 供你檢查 就是這樣帶出去的阿 不然這個 比什麼都重要 部隊的管理阿 是 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謝謝江委員